接着来看绿博的快乐牧场除了有可爱的小山猪、小羊以及白兔之外 还特别安排了任养摊位 鼓励民众任养代替购买 并且提供狂犬病的疫苗施打以及晶片植入的服务 希望游客也能关心流浪动物 为了宣传任养代替购买观念 绿博快乐牧场特别安排任养摊位 在绿博举办期间 有可爱的流浪猫狗担任职日生 邀请民众关心流浪动物 并也宣传宠物节育手术 同时也有提供狂犬病疫苗施打以及晶片植入的服务 今天都会安排超级卡哇伊的职日生来这边值班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 想要领养动物的话 来到快乐牧场的现场 我们51天都会有任养活动 我们所在位置在 亦南绿色博览会的云天草原的这里 在纯粹原味的旁边 大小朋友要走进来一点 跨过便桥或铁桥之后 走到底就是我们这里 现在还有很可爱的羊妹妹 小山猪 还有火鸡跟兔子等等 欢迎大小朋友过来参观 快乐牧场除了可以任养流浪动物以外 每个礼拜也会安排不同主题的专题讲座 包括狗医生 宠物照顾等等 让民众免费参与 我们精心安排了 总共17个场次的 友善宜兰爱护动物的系列讲座 我们邀请了国内外 比较有名的动物保护团体跟协会 还有讲师跟狗医生 台湾狗医生协会的狗医师 来到现场跟大家疗愈人心 大家如果有空 跟狗医生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大家来这边 另外快乐牧场流浪狗 也会担任推广大使巡回绿博园区 向民众宣传任养代替购买 一起用行动关心流浪动物 依赖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